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0年代或者00年代效力的传奇人物如今已经确定隐退 再次付出的可能性基本上微乎其微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陪伴了我们少年时光的童年英雄们在WWE最后的赛事吧 小提醒以下的排名部分先后 首先第一位Battista 野兽Battista 六次的WWE世界冠军 也是转挑到好莱坞后获得巨大成功的三大帅脚明星之一 Battista在2010年因为不满WWE新的发展方向而离开了老东家 其中一个特别让Battista讨厌的地方就是当时刚实施的PG政策 离开WWE之后 Battista便去追寻了自己的演员梦 据他本人透露 在接到星际义工队的Drax这个角色之前 曾经穷到一度破产 Battista在2014年跟19年各别回归了两次 当年2014年的回归完全是Battista没有预想到的展开 明明作为正派的角色出演 却每次都被粉丝虚到靠北 那一年的皇家大战旨 因为Daniel Bryan没有涉及在比赛内 观众就奇迹掉整个大赛 连那年的获胜者也就是Battista也没有幸免 总之观众没有再跟你客气 全部都虚到烂掉就对了 即便后来粉丝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也就是Daniel Bryan在Rexomania赢下WWE世界冠军 观众给Battista的负面反应始终都不曾中断过 最后在同年的6月 Battista因为和WWE在想法上有很多意见分歧 于是Battista选择第二度跟WWE离别 之后的几年里 Battista在受访中都表示自己有意再回归 WWE也曾经邀请Battista出席一些年度最盛大的Pay-Per-View 但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 Battista的回归计划迟迟无法实现 最后Battista终于在2018年 Smackdown1700的特别节目中回归 重聚Evolution军团 顺便埋下了他跟Triple H的退役剧型上的种子 Battista后来在Rick Flair的70岁大受庆祝团团结 在后台更一世袭击的Rick Flair 然后就对Triple H喊话 后来他们的比赛在2019年的摔角狂热35敲定了 是一场完全开放赛 而且Triple H还赌上了自己的雷台生涯 就如同Battista在Evolution重去的那期Smackdown上说的一样 Triple H从来都不曾在单打赛事上战胜Battista 然后这项记录最终还是在摔角狂热35被打破了 Triple H这回战胜了Battista 其实这场比赛谁输谁赢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下Battista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后的心愿 回来在Rick Flair对战Triple H是他唯一有兴趣的Program 之所以会一直推到2019年是因为 近年来Triple H比起对抗老将 他更专注在培养新时代 2019年Battista终得以按自己的方式来选择迎退 4月8号他在推特宣布自己正式从体育娱乐界推移 为自己的摔角生涯画上了句号 第二位 Shawn Michaels Shawn Michaels跟颂葬者 Undertaker在摔角狂热之间的实施斗争 不管是第25届或者第26届 无疑都是摔角狂热史上最难忘的传说对决 Shawn Michaels在摔角狂热25不敌颂葬者 以致Undertaker在摔角狂热的不败神话在天一圣 隔年在同样的舞台 两位伟大的传奇再次对战 只不过这次多了一项条规 那就是如果Shawn Michaels败匪的话 他将从摔角界隐退 众所周知 最终Shawn Michaels还是没能终结Undertaker的连胜记录 两人赛后握手的感动画面 以及他的退役赛都并同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Shawn Michaels一直都坚持着退役后不付出的这份原则 坚持了8年后他终于改变主意 决定在2018年的皇冠蜘蛛Pay-Pay-Pay-View 和Triple H迎战毁灭兄弟 D Generation X在10月8号的RAW重组 同时Shawn Michaels也发出了付出声明 有很多人一开始吐槽讲说DX对战毁灭兄弟 是10年前20年前就该发生的比赛了 但再怎么说这好歹也是场梦幻比赛啊 四位传奇都是WWE最老资格的摔角首位 只可惜后来事实证明了 最初就不看好这场比赛的那些人是对的 四人都无法像过去那样勇猛的表演 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但是比赛的节奏缓慢 Triple H的胸肌撕裂 比赛时间过于冗长等等的原因 都让这场梦幻对决饱受批评 甚至被列入到年度最烂的比赛榜单 我个人是觉得这场比赛还称不上非常难看 不过是真的有那么点沉闷 基本上粉丝批评的点都是围绕在比赛的质量 和WWE或者沙地阿拉伯的主意 Shawn Michaels的擂台表现反而惊艳到了不少人 那由于这整个pay per view都充满了各种争议 而这些争议在后来都变成大家拿出来讨论的重点 Shawn Michaels的付出本该是pay per view的主要焦点之一 却尖少被粉丝谈及 原本Shawn Michaels本人也不觉得怎么样 对于这场付出赛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直到看了Undertaker的最终旅程纪录片后 他才开始感到自责又后悔 Undertaker在纪录片中表示 如果那场比赛照着原本预期的那样展开的话 他就可以满足且带着荣誉从此淡出摔摊 听到这句话后 心碎小子才惊觉 原来这才是Undertaker的出发点 在此之前他完全不知情 Shawn Michaels只把这场比赛视为乐子 一个让他和伙伴聚集的机会而已 如今他作为NXT后台的负责人 和Triple H等人一同运行着NXT 2019年DX团队正式进入WWE的名人堂名单 这也是Shawn Michaels第二次被介绍进入到WWE名人堂 第三位 Kirk Angle WWE历史上第一位在奥运夺得竞拍的帅交手 Kirk Angle 他在WWE的头几年里就已经斩获所有的荣誉 非常迅速就成为第五位大满贯的选手 后来Kirk Angle从06年到16年之间 为美国第二大的摔酒联盟TNA效力了十年之久 2017年摔脚机器Kirk Angle 被WWE引荐到名人堂内正式回归到老东家 4月3日的RAW是Kirk Angle将近11年来第一次出场的WWE节目 回到WWE的他不只被Vince McMahon委任成新的RAW总经理 直到Kirk Angle退休之前 他还在WWE打了非常非常多场激烈的比赛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2017年的TLC Kirk Angle顶替Roman Reigns的位置 和The Shield共同进行了一场三对五的handicap match 还有Rastomania 34 他和Ronda Rousey一起对决Triple H跟Stephanie McMahon 虽然当时Kirk Angle仍然在荧幕上十分活跃 不过因为岁月的关系 他的健康状态则是每况愈下 特别是颈部的伤病 这是长年来最困扰着Kirk Angle的问题 意识到自己的时辰已到 Kirk Angle决定在2019年的摔脚狂热35上 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终赛 在正式退休之前 Kirk Angle开启了一段退役训练 每周的对手都是由Kirk Angle自己来挑选 当中的对手包括Samoa Joe AJ Styles跟Chant Gable等等 比较可惜的就是Kirk Angle没有办法 亲自决定自己退役赛的对手 他最后对上的人是Baron Corbin 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Kirk Angle本人都极度渴望 可以让John Cena来当Kirk Angle最后的对手 毕竟当年John Cena的首战对手就是Kirk Angle 那么如果今天让John Cena来终结Kirk Angle的话 那会是多么完美的结局啊 只可惜当时Kirk Angle和Baron Corbin的剧情恩怨 已经发生到中途了 加上Cina密集的拍摄档期 种种的不巧导致Kirk Angle别无选择 只能进行一场平庸的退役赛 是 Cina是有出现在那届的摔脚狂热 但那只是一次性的出席而已 反观那个时候的Baron Corbin 是最没有魅力的选手没有之一 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当时的他不像现在这样happy吧 最终Baron Corbin击败了Kirk Angle成功上位 观众也在最后 其喊You suck的口号的情况下 送走了这位传奇金牌 第四位 Cain Cain的角色经历过不少的变化 当年这副面具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童年阴影 那比较特别的是Cain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式的隐退 所以他不像其他传奇那样有什么退役赛或者告别典礼的仪式 在Cain还比较活跃的生涯末期里 作为反派组织The Authority的一员 以及毁灭兄弟对抗The Wyatt Family 或者是在2018年跟Block Lesnar 还有Brian Stroman争夺了Universal冠军的这些争斗 都是Cain最后参与的完整长期剧情 踏入政界之后 Cain在2018年成为了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县的县长 成为政治人物之后 理所当然的 Cain就变得非常忙碌 去WWE出场打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少了 此后 Cain在WWE的出场主要都是一些琐碎的客串而已 但只要WWE在诺克斯县举办节目的话 基本上Cain是一定会捧场的 比如他就在2019年9月16号的RAW 以真实的县长身份跟本名回归 并在同一晚他又把角色切换成Demon Cain出场 截至目前 Cain最后一次参赛是在今年2021年的Royal Rumble 仅仅生存了两分钟左右 Cain就被Damian Priest淘汰了 同样在今年 Cain正式成为了WWE名人堂的成员 而将这个消息亲口转告给Cain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他剧情上的哥哥 The Undertaker 简直就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如今Cain已经将重心投入在摔角以外的生活上 他身被处理证悟的重则 只不过尽管是这样 Cain本人表示过 即使他没有像Undertaker那样的退役典礼也没关系 只要一有机会的话 Cain依然超级乐意客串WWE 那我是觉得不管他未来会不会再返回雷台都已经不重要了 Cain无需再证明什么 他早已是大家心中公认最伟大的传奇之一了 最后一位 The Undertaker 就算到了今天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帅名都一致认为 Undertaker在2014年被Brock Eisner终结了他传说的连胜记录后 就应该选择在当下退休了 只不过众所周知 Undertaker虽然在那之后的曝光率下滑了 但每年至少都还会再打个一到两场的比赛 工作行程跟圣诞老人很像 这样的行程对于步入50大寿的Undertaker而言 还是蛮有三历下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2017年 Undertaker终于在第三十三届的摔角狂热上迎来了他的退役赛 这也是Undertaker第二次在Restominion上被击败 赛后我们看到宋葬者脱下他的手套 大衣还有帽子 然后将其叠放在雷台中央 随后便缓慢地步出舞台 那这当中有一大问题导致Undertaker逼不得已 不得不从退役中复出的原因就是 他跟Roman Reigns的这场对战异常难堪 比赛质量非常糟糕 来自各界的评价都超级负面 在最终旅程的纪录片中看得出Undertaker非常抗拒回放这场比赛 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惭愧又自责 Undertaker将所有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他认为这全是因为他身材走样 状态不佳等的原因才搞砸了这场意义重大的对决 并且面对面亲自向Roman Reigns表示歉意 之后Undertaker一直在找个能够让他不留遗憾 可以自好结束掉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最佳时机 包括刚才说的Undertaker曾考虑把毁灭兄弟对战D-Generation X的双打赛 作为他的隐退战 但是那场比赛整体的效果完全不达标 20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民众都不能群聚 于是第36届的摔角狂热变成了历代最独特的一届 即便没有了像以往那样水泻不同的人群跟红卫壮观的舞台 WWE依然能筹备出一场大受欢迎的大赛 Restominion 36受到的评价都非常良好 第一晚的主战赛就是Undertaker跟AJ Styles的粉厂赛 有别于以往的是 这场比赛并不像传统的摔角比赛那样 而是运用了电影风格来进行的比赛 此外 因为剧情上的设定 Undertaker在这个粉厂赛秀出了全新的形象 他混合了死神 美国恶棍 以及他本身自己Mark Calloway的元素 融合召唤出了这个全新的形象 Undertaker将这个形象称之为Unholy Trinity 最终Undertaker将AJ提进一道坑 然后将其给活埋起来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终战定下的胜负 时候的事情大家都懂了 松赏者在最终里程的纪录片宣布自己正式退役 然后为了纪念松赏者出道的第30周年 WWE在去年的强者生存为他举办了一场退役典礼 松赏者在他的告别典礼说道 我已经抵达到该让Undertaker进入永眠的时辰了 虽然没有办法在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 进行Undertaker的最终告别 真的有够可惜 但是不得不说 WWE真的超级用心的 在Undertaker摆出他经典姿势的时候 投射出Paul Barrett的虚拟影像 这一幕真的非常洋葱 就这样上中响起 松赏者The Undertaker向全球各地的衰弥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那以上这五位都是在近些年退休的衰强传奇 我也相信未来的几年内 我们也会陆续看到Triple H Hardy Boys H或者Goldberg这些Walking Legends 一个接着一个弹出衰弹 所以趁着他们还有能力娱乐我们的时候 各位衰弥们 我们应该珍惜且尊重他们的付出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赞 想听更多摔角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